秦玥 你说人心怎么会这么复杂 我越来越看不懂荣誌了 公主啊 我觉得呢 人跟动物其实是一样的 你总不能要求 老虎不能吃兔子 老蚁放过羊 那人也是一样的 人就只能 人就 人就只能吃人了呗 其实我厌恶的 也不是彼此斗争 就是平日里那些虚与尾夷 和不动声色 这是我觉得人心最可怕的地方 也是我最不能接受的 谁啊 是你啊 王妃 奴刚才不小心打算了查展 我终于换一个新的来 等等 秦玥 你去外面等着 我有话要跟蓝肉说 嗯 奴 看来是荣旨 奴的确封了殿下命令 他让我一直陪着你 不让你离开 殿下有恩于我 奴实在不敢不从 可王妃 你起来吧 王妃 千万不要走 你是摄政王妃 现在又能去哪儿啊 千万不要 谁说我要走了 我实在很担心 就冲着你对我一片真心 我也不舍得走 起来吧 可你一直都不开心 都是过去的事了 不提了好不好 从现在开始 我保证哪儿都不去 你呢 就别担心我了 好吗 你 等到了冬日里啊 到处都是银庄素果的 平成可好看了 真的 而且啊 这树梢 防盐 都会挂上长长的冰冷 这河面上 还能结厚厚的冰 到时候呢 就可以玩雪橇 去冰面上凿个洞钓鱼 我喜欢这个 咱们谁让我能去啊 这如今天气还这样暖和 要结冰还早着呢 慢慢等吧 王妃 王妃 都知道你在想什么 那叫什么堵住啊 不过是小孩子的把戏 做不得真 你要是真把位置让出去 那才叫犯傻呢 殿下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 还是那个飞凤将军 没有 大家都没说什么 别乱想 蓝若在这宫里 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 这飞凤将军有什么厉害的 他不过就是一个 爱慕殿下的女人罢了 只要殿下站在你这边 他就无计可施 正因为如此啊 他才会想出这么卑劣的手段 逼着你离开 蓝若 王妃 难道你这还看不出来吗 这飞凤将军 就是想借这次的鄙视 将你永远赶出平城 鄙视是我自己答应的 所有人都知道 就要愿赌服输 没什么好说的 如果我说一声委屈 我就是瞧不起我自己 可这样的鄙视 压根没有意义啊 好了 不要再说了 你再这样我不理你了 王妃 我这也是担心你嘛 难道你真的要为了 这样一次鄙视 放弃你王妃的位置啊 更何况 你这是为宋和亲 你就这样回去了 怎么跟刘宋交代 到时候再引起战火 那你之前的牺牲不都白费了 这是我的选择 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都会负责到底 再说了 我这不是还没走吗 你已经打定主意了 是不是 王妃 我知道 没有办法阻止你 但奴希望你明白 你和飞凤将军 谁去谁留 你们谁也做不了这个主 最重要的是 看殿下怎么想 所以 你为什么不去问问他呢 看看他心里 究竟爱着谁 你好好想想吧 千万不要做出 让自己后悔的决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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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呀 你 你 你 啊呀 你 啊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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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不容易才潜入摄政王府的 你就这么对待我呀 哎呀 好疼啊 真的假的 真的 好痛啊 快过来看看 摔着了吗 这儿 这儿吗 这儿 没破 秦玉 我喜欢你 你 你放开 你个流氓 你个放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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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氓 秦玉 我是认真的 你家主子输了比试 一定会离开平城 你们刘宋的确十分繁华 但我们大卫也毫不逊色啊 我带你啊 吃遍大卫的美食 流浪美丽的风景 送开 我们快快乐乐在一起 好不好 你放开 你 你流氓 我要告诉你公主去 秦玉 你等一下 这不是沈将军吗 这么晚了还不睡觉 绝了我啊 王副将 你以为这里的墙头 是你天天能爬的吗 要不是我 你早死了 是吗 那你怎么不继续放水啊 以后等我娶到了小媳妇 第一个请你喝喜酒啊 秦玉是一个单纯的姑娘 她什么都不懂 别把你那套用在她身上 我只不过邀请她留下来 有什么不对当 难道让她回流宋去啊 王副将 你以为我跟清月一样没心眼吗 你真正的目的 不就是想试探一下王妃 到底会不会兑现赌约吗 沈月 也许我试探的心思有一分 但是 我对清月也是真心的 可她现在拒绝你了 你 马上离开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沈月 你分明就是有私心 将阻拦我靠近她 你就是嫉妒我 你分明就是嫉妒我 臭百岁 这个大幽邦 你一天就这样欺负我 你坏人 我 可不打死你 打死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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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没人呀 这一天天哪 有完没完呀 又拿弹弓伤人 我不是故意的 你就是故意的 不是 怎么了 怎么了你 什么呀 面烤的 还吃香囊啊 秦云 坐 我可都看见了啊 你看见什么了 你送沈云香囊啊 我说呢 怎么找兰若学冯博 原来你是开窍了 不是公主 那个不是香囊 其实那个是 面口袋 真的 你不知道沈云为了得知你的消息 拼了命地讨好我 这样呢 我送给她一个面口袋 她以后呢 就可以把吃的 好玩的什么 都放在面口袋里面 这样点心也不会凉 我是不是超聪明的 是是是 秦云最聪明了 沈云可真可怜啊 公主 不过 话说回来我们真的要走啊 你 就那么讨厌说着我啊 不是 仔细想一想 处在荣址的位置上 被太后忌惮 被皇上疏远 还要被朝臣抵制 步步为奸 可是我呢 上回跟她吵架 还骂她冷漠自私 后来冷静下来一想 如果一跌而出 我未必能做得比她更好 所以呢 我也不会再怪她了 她需要的 是像霍玄那样 心柔磐石 手段强硬的女子 她可以理解她 扶持她 以大局为重 我 我的话 就太义气用事了 我又不是你 你摸我头干嘛 摸几次了今天 这不 我 我 啊 啊 啊